等女票下棋就一个字,摸了歌舞一迷 咱们来看这一场啊,老规券开局两个大半他都抢不着 那也用不着在这蹦迪吧,女生的心思猜不透啊 第一轮小怪给了把攻,第二轮小怪给了个背壳 这时候肯定有人说第三轮小怪绝对是英雄 呵呵呵呵,太天真了,确实是俩英雄啊 到海哥子,兄弟们宋才童子来了 秒选,选完再白嫖一个位,直接三下水道就位 然后给大家讲个细节啊,EC这个装备要是给前排那就是肉装啊 什么绿甲蓝顿这些,给后排就是收集着死五三样这些东西啊 靠着这个细节直接拿了拨五代兽 当然啊,跟我女票的状态也有关,全程玩手机摆烂 到石头哥,石头哥正好给凑了个龙牙 每两秒回血配上狂毒,无敌 到海哥子,蓝电池都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啊 肥有敌,堵神器也不是不行,是吧 这魔学好不好,很好啊 他他妈拿蓝顿,这能打赢全靠对面菜啊 到狼哥,下水道第二层奖励,二十六金币 那这个肯定要拿了啊 狼哥还给了个厂子,这局有戏啊 当然啊,要是妮可那就更好了 选完海哥子直接满力先拉到八级 然后啊,兄弟们,现在前排建议是做护卫和秘书啊 四斗要是没有装备的话,催得像准一样 到龙王万姐,下水道第一层奖励十一景界 我女朋友直接拿,接着满力先拉到九级 这个时候拉九可以说是占尽先机啊 接下来进入票卡阶段 然后要注意一点啊 如果说质量可以又没有那么多五费卡换的话 下水道其实可以再摊一轮 毕竟这时候的金币含金量高的吓人啊 五杠三,我女票金属二星他都没敢上啊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啊 我就不上太多人了,把他们打得太疼了 是的,你没听错,当时我正在洗澡 完了 他们要出去了 听听,多么的感人 最后关头还在关心对手 然后他上了个二星金属 这是生怕对面出去了 骂了来不及下集啊 打完扎克六杠一 我女票直接刷 金属六张努努四张 金属七张努努五张 然后六杠二滴到六张努努 然后大家记住一句话啊 就算你不想吃 发拍员都能给你强塞到嘴里 六杠三 我女票滴到第七张努努 然后他不拿 大选的努努他也没拿 大选回来三星金属就位 然后卖掉新德拉地下努努巴掌在地 我弄弄也刷了 对 肺波灌饭我给满分 吓死了 差点被他费能给他反杀了 我都不知道咋回事 就三了 我女票迷茫的同时 稻草人这张卡实在是太超纲了 给个大天使强的离谱 我